日本羽球球王陶田贤斗原定今天要搭机前往泰国比赛 没想到在陈贤机场接受病毒检验 结果呈现阳性被迫退赛 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尽管其他人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但日本羽球社会决定让所有日本代表队的选手退赛 而去年陶田贤斗才在马来西亚发生车祸 日前终于复出并且完成了南丹三连霸 宣告正式回归 没有想到睽違一年的国际赛事又再度出现变数